大家在暗黑破壞城市里打寶 無非是想強化自己的戰力 還有滿足流派的組成吧 偏偏D4不像很多線上遊戲 只要打特定的目標 就會機率掉落固定的裝備 這種完全不知道要打誰才會掉 以及什麼時候才會打到的雙重壓力 也讓打寶這件事添加了很高的運氣成分 像德魯伊玩家辛辛諺諺的狼頭 就是個很考驗人品跟打寶運的稀有暗精裝備 不過自從國外有大神整理出一份清單 說明了在D4當中 每一種怪物的種類都有對應的較常見掉落物 也就是說只要挑對怪物種類來殺 就會比較高的機會打到想要的部位裝備 在這項情報被披露之後 大致上可以看到有人以這種方式 真的很快就打到了自己想要的裝備 但也有人覺得還是非常看運氣 關於這點我就非常好奇 所以決定來實測一下 那像我自己本身玩野蠻人 是沒有什麼非要打到的暗精裝 可是很想要換一把更好的單手鍵 所以在查了資料之後 發現最容易掉單手鍵 而且不會掉其他野蠻人可用裝備的 就屬骷髏類的怪物 而再研究一下又發現 有骷髏出沒的惡魔地層共有五個 所以我就針對這幾個地層 來了幾趟實際體驗測試 那到底有沒有如網路資料所言 特別容易掉單手鍵呢 以下就來分享我的測試結果 首先要說明剛提到會出現骷髏的五個惡魔地層 在實際都打過體驗一遍之後 發現以惡魔落痕裡的骷髏數量最多 所以我不但惡魔地層有打 普通的我也打了十場 再來就是因為想盡可能多殺怪 所以採取的不是速刷而是全清的方式 而惡魔落痕不只骷髏怪多 沉淪魔的數量也是非常多 而沉淪魔容易掉的是單手斧和單手法杖 可是因為是用野蠻人去打 所以可推測的是應該單手劍和單手斧會比較多吧 那我以九十幾左右的野蠻人 連續打了十場的普通惡魔落痕 只有一場是連一件傳奇裝都沒出 其他場都至少出了一件傳奇 整體算下來 十場一共出了17個傳奇裝 跟兩個暗精裝 兩件暗精分別是手套跟單手斧 傳奇則是包括四個手套 兩雙靴子 三把單手釘錘 兩把雙手劍 頭盔 褲子 護身服 戒指 各一件 那最想要的單手劍一把也沒出 倒是單手斧出了四把 這結果讓我覺得有點意外 想證明骷髏的掉落物 結果卻證明到沉淪魔的感覺 打完十場普通惡魔落痕之後 我想說繼續來打個五場惡夢的惡魔落痕 很好了 為什麼只有五場 請大家體認 揮機要製作或是掉落也是很通運氣 所以將就著把有湊到的五個 先用掉來測測看 那惡夢的階級分別是四十 四十八五十跟兩場五十一階 打完五場之後呢 把通關獎勵的傳奇裝也算進去 總共打到一件暗精跟十六件傳奇 暗精是胸甲 傳奇裡只有一把單手劍跟一把單手斧 這又再次讓我覺得很差異 這比例不太像有大量出對應裝備的感覺啊 那都走到這地步了 想說也去打打其他有骷髏出沒的惡夢地城 包括五十二階的黑色收容所 五十七和六十一階的聖教軍大教堂 五十三階的柯卓剛兵役 是說常常都有出至少兩件傳奇裝啦 但結果單手劍只出了一把 還是覺得蠻失望的 也有去打六十三階的窮頂惡夢地城 但實力不夠死了四次暗然結束 總結以上的實測內容 雖然樣本數並不算多 可是個人的感受上 真的不如網路上的分享 什麼照著打兩場就出狼頭啦 那種神奇感 但可能真的就是自己臉黑吧 所以以上的分享啊 數據大家參考參考就好 無論如何比起茫然的隨意打惡夢地城 依據這個怪物對應裝備部位來挑地城打 說穿了多少還是有一些目標比較明確的感覺 對於遊戲時間比較少的我們 好像有一種按照攻略來進行的PASS感吧 是否要這樣操作那就看各位的判斷囉 至於我呢 因為很想要的那六件超級稀有裝備 其中最想要的就是單手劍墨逸使者 所以我大概還是會盡量找骷髏來敲吧 畢竟有夢最美 不然還真的不知道能更期待什麼豪寶了 那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還請按讚訂閱跟分享 祝大家都可以很快打到自己想要的裝備 那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